作为史莱克学员的马小桃身受邪火困扰多年 可为何学员却不让他吃凤凰葵或烈火性交书来驱除邪火呢 难道是史莱克学员太自私了吗 众所周知 马小桃身为马洪郡的后代 乃是第二部爵士唐门中史莱克学员的天才魂师 悠悠和马洪郡一样的邪火凤凰五魂 仅仅18岁就已是68级的魂帝 并且每一个魂魂都是顶级配置 要知道即便是当初的唐三 在18岁知识魂力才只是四皇魂尊 由此可见马小桃的天赋有多恐怖了 而马小桃唯一的缺陷就是他那不受控制的邪火 很容易失控暴走 虽然前期史莱克学院的老师 可以利用魂力压制马小桃的邪火 但随着马小桃实力的提升 体内的邪火越来越难控制 而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那为什么史莱克学院没有让他服用 机关凤凰葵奎这样的仙品仙草 从而让马小桃彻底摆脱邪火呢 要知道当初的马红骏就是服用了仙草去除的邪火 而之所以学院没有给马小桃先品仙草 其实原因很简单 我们知道这些仙草都是生长在冰火两一眼 而在第二步中 冰火两一眼只有唐门弟子才能够进入 并且想要获得仙草还需经历一定考验 虽然史莱克学院与唐门交好 但面对衰败的唐门 两者的交往其实已经非常少了 所以史莱克学院很难再得到这些仙草 更不用说像机关凤凰葵和烈火星教书这种极品仙草 后续还是霍宇浩在亡灵魏面中 给马小桃使用了烈火星教书产出的赤胶 最后配合霍宇浩的极致之兵 才彻底驱除掉了马小桃的血 并且进化为了纯正的凤凰武魂